喔 喔 哇 南投竹山子南宮這邊 那我們這次想要來說 加熱來吃個 它的雞皮跟肉也幫我們先分開 油亮油亮又油又香 你看它上面寫什麼 雞油要拌飯 我們先拌雞好不好 哇 它面子雞的話是有點類似像是用三杯的那種 方式然後把它炒到收汁乾過 水煮的山豬肉喔 大家一般都是水煮魚跟水煮牛 它是水煮山豬肉 而且我剛才看到這個雞皮看起來真的超脆的 來吃吃看 2 2 3 3 32 8 4 5 外星人 賢竹現在找不到 他現在頭不見了 頭在哪裡 頭在這裡 出現出現 這一次我們來到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田中 哇 田中 我們真是第一次 來到這邊 那這一次我們要去拍的是 南投竹山子彈宮這邊 他其實有一條路 整條路全部都是 摁搖機 賣摁搖機的 那我們這次想要來說 假日來吃個 摁搖機 那 等一下會有神秘嘉賓 我們很難出現的搞完廣 他也會跑出來 對 那我們這次去吃的摁搖機 我們挑的是一間是 他那邊真的是太多間了 那我們有上網去爬文 那 之前在嘉義也有 嘉義的朋友推薦說 嘉義之前官子裡有一間 翁搖機非常非常的有名 叫竹香園 那他這一次也有到 南投子南宮這個珠山這邊 去開一間 直接加入戰局 那我們這次就去吃吃看囉 我們到了這個 竹香園 他這邊很方便 而且他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 是加入到一下來 轉個彎就直接到了 超方便的 然後他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停車場 搞完王出現了 好不要讓他太多鏡頭 他說他不想上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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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給大家看一下 店內其實真的是跟一般的夢瑤基的餐廳差很多 它整體走的是那種日式 然後很多竹子的風格 而且都是大片的落地窗 超乾淨的 就鏡面跟落地窗 然後黑色跟竹子 這些都是竹子 生意真的是很好 現在還是平日 但它有二樓 二樓是人多的時候就會開上去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除了外面有位置以外 它這邊裡面也有一個中包廂 然後中包廂裡面還會有兩間包廂 然後我們兩間包廂 唉唷唉唷 我們這邊有一個超級隱私的包廂 而且這個包廂非常的棒 它可以自己調音樂大小聲 好啦我們來等待餐點啦 嘎唷 哇 超 Guev 這塊 這邊你看它還有這種什麼 尋龍三杯這種外面泰式的古法整理都沒有看過 這跟一般的比較不太一樣喔 它多了蠻多菜的 哇 啊 欸你看 它這個處理也超好的 它是幫我們雞翅這些先拔 雞腿先拔好以後 它的雞皮跟肉也幫我們先分開了 你看 哇這個雞皮 油亮油亮又油又香 而且這個雞皮超脆的 而且裡面都是那個 雞油 你看它上面寫什麼 雞油要拌拌 我們先拌雞好不好 雞油淋飯 雞油淋飯 好啦吃飯了吃飯了 我們先來吃吃看它這個雞皮好不好 那雞皮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超讚 對啊 而且我剛才看它這個雞皮看起來超脆的 來吃吃看 哇好好吃喔 它不用沾胡椒鹽就 它那個表層啊 烤的那個焦香脆脆的 然後加上那個雞油 就一定有點鹹味 哇那個皮脆 跟那個烤鴨很像 它先幫你那個片好了 欸你沒有要拍那你就先吃擺飯 然後我們不能轉動了 就一直吃吃吃 你看那個肉 菠蘿喔 然後加一點這個胡椒鹽在上面 喔 好吃喔 喔 它連雞胸都是嫩的 啊我們把雞腿吃完 剩雞胸給它 喔它這個烤鴨雞超強 而且它加那個 飯淋那個雞油 油亮油亮 這是看什麼 你被拍到了 你被拍到了 它是廣角的 哇 這一隻雞腿一定超好吃的 好那我們來吃另外一個 這一個的話是剛剛 我看到它這個 這個是梅子雞 它梅子雞的話 是有點類似像是弄三杯的那種 方式 然後把它炒到收汁乾鍋 然後看起來都是雞腿肉 哇 嗯 好嫩喔 而且 很清爽 它的梅子 後面帶的梅子酸味 後面才出來 好吃耶 然後前面都是那個 醬香味 對 而且它的東西都先幫你準備好 就是你不用 每次那個機上來 大家都在 你看我看 誰要拔 誰要拔 它一定幫你拔好 而且它連皮都幫你騙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配皮 或者是配肉質 難怪在關機裡那麼強 你只要享受享受就好了 對 好好吃喔 我們都 吃煮菜都忘記前菜 這很特別 這我剛才看它是 貴鳥 可是它上面還很特別 它放的不是普通美乃滋 它放的是藍莓優格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肥 而且還有加 那個叫什麼 鮭魚卵 健康健康 我們要吃健康一點 因為它不是美乃滋 它是優格 優格 所以吃起來更清爽 它不會 是搭的喔 是搭的喔 不會肥啊 然後這一個的話 我剛才看 超級透Q啊 它還有賣泰式 我剛才看它還有那種蒸魚啊 外面還有那個尋龍魚本人 我第一次看到尋龍魚本人 它還有那個賣泰式料理 來 我給你吃好了 雞腿上面還有加 拔了一層皮 嗯 我剛才有問老闆 老闆說它的雞是 黑魚土雞 黑毛的 所以它的肉質好鮮彈 鮮嫩 欸先生我在拍耶 你在幹嘛 欸 聽起來了 來吃吃看它這個皮好了 這個是鱸魚 蒸鱸魚 而且它上面加了 破布子跟類似 好像這是蒜魚嗎 它魚和肉很紮實欸 哇你看它的魚肉看起來超紮實 哇 它鱸魚 吃下去完全沒有那個土臭味 一下去就是那個鮮味 而且 肉質非常的紮實 魚好吃 魚好吃齁 我們目前點這一桌還沒有雷 這個 水煮 水煮的山豬肉 大家一般都是水煮魚跟水煮牛 它是水煮山豬肉 大家不要以為水煮的 因為老闆說 之前有人來店 說 我以為是汆燙的 水煮其實是麻辣 加辣油 讓這個再加到飯上面去 沾那個辣油的汁 好辣 但是 好好吃 它下去就是很多香料 四川的麻辣味 可是它的辣是馬上衝進來 嗯 很辣 但是是真的辣的很好吃 很想 膠本可是又會害怕那種感覺 開胃開胃開胃 我整個都熱起來了 開胃 哇那個水煮的山豬肉一定要點 它底下還有加一堆那個 那叫什麼 豆芽菜 如果喜歡吃辣的這一道菜一定超愛 又辣又好吃 很爽 對 它這個這個這個 它不會辣太久 對 它就是一開始給你直接串起來 這真的很像那種大陸的口味 串起來 然後但是又是那種 香麻 香麻 這個 攪拌我可能不太敢 可是拌麵我會喜歡 喔拌麵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這樣吃打包 你看喔 雞皮加了一點這個椒鹽 剛剛有這個耶 鹹蛋炒苦瓜 我剛才沒有 蛋炒苦瓜 它還是有一些就是野菜的口味 好吃 它的鹹蛋夠多 有一些鹹蛋炒苦瓜是鹹蛋不多 它鹹蛋夠多 不苦 然後苦就是 因為鹹蛋已經把它壓過去了 它是弄那種三苦瓜 我覺得弄不好的部分 而且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它叫竹香園了 我發現它一堆狀況 全部都是竹子 都是竹子 對 它連那個 我打給你看 桌上的這個麥茶 都是竹子 都是竹子 也是竹子 而且這飯哪裡買 都會不知道 竹香園 等一下問老闆有沒有賣 這種店就是適合 三五好友 假日 有沒有人老了就喜歡去竹香 然後就是找個 找個 三產店吃 可是吃起來又舒服 對 它生意還不錯 對啊 鏡頭不是好在拍 鏡頭還在拍你 幹嘛你怕入鏡喔 沒有 它轉耶 為什麼不轉 沒有我在拍 可是我不一定 我不會撿進去啊 他被那個 人臉辨識 發現是那個 什麼 我剛才都錄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把他摸摸摸那個 你把他摸摸去廁所 你把摸摸去廁所 你把摸摸去廁所 他剛才弄完的那個 雞 雞的那個架子 他再加那個煮筍去煮成湯 你看 哇你看上面那個都已經浮成一針 那個叫什麼 你是雞的雞骨頭 雞裡面還有肉耶 加一點筍子 好像那個筍子看起來好好吃 它還有加一點鹹菜 片 哇 這個筍片全部都是雞的那個 烤的那個油味 這個湯很強耶 它有點冷掉 可是還是好好喝 我們 如果等疫情過了 你們來竹山指南宮 吃翁咬雞 我告訴你 很多間 你一定要挑這一間 這一間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 我們這種懶 它會幫你動到好 而且環境 舒服 而且舒服 簡直是高檔 高檔 我們來到了番外天 回程的正點牛乳道 好多人喔 這是巧克力嘛 你也是巧克力 這是牛奶 我覺得它是很特別 它是烏梅冰沙的汁 加花生冰淇淋 哇 看起來不錯齁 很乾 對 它看起來好脆喔 它裡面還有加這個耶 這個是那個 巧克力豆嗎 它是巧克力豆還是那個葡萄 葡萄 葡萄乾 哇很厚耶 超厚的 不錯喔 巧克力好吃齁 你的這個是什麼 牛奶的 它裡面也有加那個耶 那個叫什麼葡萄乾 它上菜就說到別人 它旁邊那黑黑那不是巧克力 那個是那個葡萄乾的 巧克力外還蠻濃的不錯 哇你看網美拍照 網美拍照 我們點的這個是綠豆沙 可是看起來怎麼那麼稀啊 它感覺很像是那個啦 它的很像是那個白豆沙 它不像這樣綠色 它是乾的白色 顏色不錯耶 是綠豆沙 可是它顏色很白 它可能是那個去皮的那種綠豆沙 可是它冰淇淋是蠻便宜的 30分鐘 然後看那個冰淇淋加五莓 這個冰淇淋加五莓 這個冰淇淋加五莓那個才 好像35 欸不錯 其實好熱喔 真的好熱喔 這個是 在這個賣冰的旁邊 那也有這個 你們是一起做的嘛對不對 一起做這個乳酪的 你們出來賣是不是 對 來這邊支持一下 好謝謝喔 好